这个阳光你什么时候发现 你有这样一个天赋 就是不光耳朵准听得清楚 嗓子也特别有魔力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声音 是可以这样变化的 应该是很小的时候 对 因为那时候我能学 我们学校很多老师说话 你比如说我模仿 我就会研究这个人发声的位置 比如说马三里老先生 他就反正上额和前耻 这个位置发音多 就是今天这个 来到这儿给各位老观众 说个像是小段 说一个斗底弯 你看这就是全是他这个 很松 对对对 善先生说话 善天方 他是完全集中在 声带的这个下边的人 话说天津卫士这个节目 那真是太火爆 全英会全英会碎 好像当年三国的时候 那各路英雄都来 他是这样 还有很多人说话的时候 你比如说李伯祥先生 李伯祥先生 他是集中在口腔和鼻腔上 今天来到这儿给大伙说点像 主要要请您吃顿饭 请您吃什么呀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我李伯祥叫李快嘴 李大白猴蛋 这都是我一人 这就味 哇 这太厉害了